跑跑卡丁车游戏简介 基本操作说明 前进按向上键 后退按向下键 向右行使按向上加右键 向左行使按向上加左键 驾照指南大拳 跑跑卡丁车和真的开车一样 也要考驾照哦 点入驾照后可分为 新手、初级、L3、L2、L1 以及职业车手总共六个等级 玩虾BCC照指等级考照 先考新手、考过后才能考初级 以此类推 那目前L1以及职业车手等级 还没有开放哦 初级驾照 激 own 練带到 另外 看43 造成 百度 观察一下 键 当听到水昌移工提升 按扛作箭使用盾牌保护箭矢 还有许多驾照关卡就不在意介绍了 等着你们自己去探索吧 游戏模式介绍 爬宝卡丁车常见的游戏模式有下列四种 1.个人道具赛 2.团体道具赛 3.个人竞速赛 4.团体竞速赛 1.个人道具赛 个人道具赛是最兴趣的模式 使用水球盾牌等到巨燃鱼的胜利 是展现个人技巧的最佳成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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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.团体道具赛 2.团体道具赛 現在是訓練團隊精神的最佳模式 只要隊友集中前得到技術 就可以取得團隊勝利喔 3.個人進步賽 個人進步賽是專體速度的個人模式 沒有到地的逆轉身不影響 可以展現自己的真實 4.團體競速賽 團體競速賽採取TP制 就是團隊提分級 依照名次給予一定的體育分數 以總計TP分數較高的納隊獲勝 4.2.3 4.3 4.4 4.4 5.4 5.4 5.4 4.4 5.4 5.4 5.5 5.5 5.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